共和大陸冷氣團影響 今天早上台灣本土上紀溫 是在投降只有八點五度 有說在早上八點八開始熱冰煮 那首數標是說 今天三千公斤一上的高山 也是有機會會熱血 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的話 今天都還是有機會的 那入夜之後因為水氣開始轉小 然後溫度上也沒有這麼低 所以開始降雪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起雙書說 擦到晚上入夜之後之後 水氣減少 各地下雨會比較下雨 擦三禮拜開始到一個禮拜 擦到天氣溫溫 氣溫也會升 晚溫有機會來到三十度 但是在禮拜三 擦到日後還有大陸冷氣團的內 到時候溫度下降 北部的溫度會降到十五度左右 起雙書台式 比我們一星期天氣三次大變化 溫度起降是很大 台市民最要注意溫度變化 出外的時候要看天氣清沙 那若洗半部到外面 才會搭到尾 影響令見度 明將出外要注意路方 還有航班的自信 記者綜合報道